说有两个喝酒的人喝得兴高采烈喝醉了 一个问另外一个 你是哪里来的人啊 那个人说我是煽动的 哇 我也是煽动的老乡干一杯 好了 干完之后又问了 你是煽动哪里的 我是济南的 哇 我也是济南的 干一杯 你们记住啊 这个笑话是最后笑得最厉害 你们最后笑不出来的人 要去检查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还没讲完啊 听最后啊 又干了一杯 你是济南哪里的 巴里瓦的 哇 怎么这么巧啊 我也是巴里瓦的 再干一杯 然后接着问 你姓啥 我姓程 哈哈 这硬还是这么巧啊 我也是姓程啊 来再干一杯 这时候饭店的老板 因为认识他们两个人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打个电话 嫂子啊 你快来吧 你丈夫和你儿子又喝多了 你丈夫和你儿子又喝多了 感谢观看